機器一直在運轉 廢水廢油在掏空海 海只要沒有救了 你們這些的人就沒有救了 我問你 地球是要留給誰啊 地球是要留給後代的 最好的生日禮物呢 自己的便宜客來 他有時候不需要賣 我直接看到我這顆兩百三 所以不敢要 你會用一隻 有 你有一定嗎 你讓我一隻雞腿 三十塊 人家拿來的時候 飯要要多少多少多少 都沒有在加錢 你不是要走下去啦 這個一碗半嗎 一碗半 兩個都是嗎 OK 都還沒11點 各式各樣的餐和碗盤 已經排好一列 站好位置 迎接傳說中的30塊便當 茶葉是要提倡環保 所以就是又會帶這個環保杯 然後還有這個 也是環保的便當盒這樣子 對啊 因為就是30塊而已 很便宜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來吃 那之前也有吃過 我覺得也很好吃 它都現炒的 覺得還真的還不錯吃 帶這麼多很重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因為這還滿值得的 還跟那麼大的果汁 對啊 其實這個果汁 它內容也是很多 有蔬果 蔬菜水果都有 然後都現打的 對啊 所以這10塊錢 真的超划算 自己帶餐具會不會很麻煩啊 不會啊 現在環保觀念 要推動啊 要推動喔 所以老闆娘的裡面 你們都認同喔 認同 非常的好 富客滋北餐具 一個便當只賣30塊 主菜雞腿或鮮魚 搭配兩樣青菜 白飯吃到飽 栽頭10塊 還能加夠現打的 不加水的出果汁 此外老闆娘也會經常 幫客人免費加菜 我們的菜都沒有帶菜單 我們的菜就是說 有買有什麼菜 我們就買什麼 他們手藝很好 人家都出不一樣的菜 所以我們就只能吃 我們都不愛煮 對啊 好 現在客人沒有進來很多 就不要炒太多 客人進來的時候 再來炒 我可以拿進去的嗎 對 這樣下去就很多了對不對 菜看你怎麼配而已 這道菜是下飯的菜 它是最下飯的 其實很多東西要 讓人吃是很 牽涉 對不對 美食 美食它本來就是分享的 這樣子是不是一大鍋了 對啊 你們這都要有魚的嗎 你有一個魚 要講 不然我的魚都現煎的 剛剛有個客人 也是新客人 他也是問我 你這樣才會了解 怎麼會質疑說 你賣那麼便宜 東西是不是不好 其實我們的菜是比 我們的菜其實是比 比那個自助餐的還要好 買這麼便宜 到底煮什麼 要賺什麼 要怎麼撐 面對各種質疑 老闆娘羅菊妹 總會拿出免洗餐具 宣示自己的決心 水費油在掏空海 海只要沒有救了 你們這些的人就沒有救了 我問你 地球是要留給誰啊 地球是要留給後代的 最好的生日禮物呢 你一旦做了環保 你是不是垃圾就減少了 地球就不是愛守護到了嗎 因為地球它減少垃圾 因為垃圾是我們人製造出來的 天災也是我們人類製造出來的 最開始羅菊妹的愛地球便當 賣的是50塊 雖然已經比一般店家便宜許多 顧客的迴響卻沒有預期的好 還是有許多人嫌自己帶餐具太麻煩 羅菊妹心意橫再降價 直接壓低到30塊 為了環保理念拚了 很多人跟我講過一句話 推廣環保這個路線真的很難 可是我很喜歡挑戰 一開始真的很困難 真的 我也曾經被打敗了 真的我有停掉一陣子沒有開店 後來我就講說不對 我們沒有堅持 還有自己要與生作者 為什麼我們要讓客人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將能那麼低 我就要讓人給心甘情願的 帶餐具進來 因為為什麼 這是補給你們 從新竹嫁來高雄 羅菊妹的婚姻的幸福憧憬 很快就破滅 單親媽媽養孩子養家的龐大壓力 卻沒有讓她對理想卻步 她甚至願意付出 加倍的努力和勞力 也不和現實妥協 便當店的菜飯被掃空之後 羅菊妹拉下鐵門 下午她沒有休息 而是繼續她的第二份工作 打掃房屋 白天有時候鹹鹹的有沒有 就乾脆找個工作來兼職 一來你是不是不用擔心說 店沒有辦法支撐 所以人家說白手起家 你會比較珍惜所有的來源 我們不是靠誰誰誰 鬼我們也不是靠監管 我們靠了這是自己的一段精神 把店撐起來 別人看她苦 她卻笑說自己做梗空做興趣 因為孩子都大了 經濟壓力減輕許多 現在她只需要對自己負責 對客人負責 對環境負責 她因為環保 完全不愛賣 你知道嗎 人家沒有拿這個便當來 自己的便當來 她有時候不愛賣 她的構成就是這樣 這孤單就是這樣 所以說 健保值的跟環保值的 應該要來種 這就是說 真的徹徹底底 徹徹底底 在做環保的 徹徹底底的 因為她很辛苦 真的 不要選擇 可以 才是台國園的給你來 你不喜歡 就是那邊 我直接看到她 我這個要怎麼擦 很乾喔 很不乾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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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吃飯了 沒有了 很不乾 沒有了 貼出來 有 有 有 你有進去嗎 你怎麼喝一支雞腿 30塊 人家來的時候 飯 飯 要再要多少多少多少 都沒有加錢 你不是要再下去 不可能的事情 人家 所以說她都賺錢 來這裡補貼 我很敢 太要露燃了 對啊 我不敢 你不要來啦 羅巨妹的堅持 客人是懂得 也心疼著 多年下來 30元便當已經聲明遠迫 小店天天排滿顧客 各種裝成飯菜的器皿 通通出籠 還有人把珍藏許久的 鴨香寶飯盒 拿出來食用 雙手雙腳 又不是說哪邊不好 爸爸給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的財富 就是看你怎麼運用 我也是曾經被人家欺負到 又想吃雜呢 現在不會了 現在我活得很開心 因為自己要活出 自己一條路 對不對 自己的一條路 要自己去掌控 沒有人可以掌控 一個人在爐台前轉啊轉的 真的累了 就睡在廚房後方的沙發 這裡也是她的妻生之所 羅巨妹說 生活簡單 過得去就好 現在正努力存錢 想買房子 把生病的母親接過來住 才說了這個院 採訪完的隔天 羅媽媽卻先走了 雖然沒能等到夢想中的房子 但是女兒的孝心 以及她守護環境的用心 相信羅媽媽在天上 是知道的 也會因此感到驕傲 還有個雞腿是哪裡 這個 多謝謝 謝謝